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伤害 满桥幼委员老师说到激动处哽咽落泪 新北地检宣布未要按针结不起诉 终于还他们清白 王婉玉跟王维钧各资外泄 司法还没有经过调查结果 他们怎么就可以动用私刑 陪同召开记者会的王宏威画风一转 唱名就是王婉玉等人泄露各资 让老师被霸凌 这可让被点名的气炸了 王宏威委员 如果你不修正你的说法 我将会提告 我认为这样的抹黑 这样的指责是完全子虚无有 而且非常的政治的操弄 记者会的直播影片 其实都仍然全数保留在我的粉砖上面 我真的奉劝一下王宏威 我叫王维钧 王婉玉也姓王 你也姓王 白白都姓王 为什么差这么多 我们都是希望能够好好的去协助这些幼儿 你不是出了一张嘴 随意的指控 王婉玉强调六月五号记者会上完全没有泄露各资 但王宏威反击就是王维钧脸书的这些照片 有泄露各资的嫌疑 只是回头看看新北魏要案批评老师居心叵测的是侯友宜 活速撤销幼儿园立案并开罚的也是新北市政府 提出国赔 请求对象可能是中央市府 我们全力协助 国赔的金额应该由决策者侯友宜自行负责 而不应该由全民买单 新北魏要案到底谁为审先判 甚至进行政治攻防 侯市府肯定无法置身事外 极心叵测的老师 先选王家宏 朱士军台北报道